哈喽大家好 我是说K 那今天我们又要去提车了 前段时间提了几辆车 其实多名拍视频 本期我们稍微记录一下 提这个制级LS7 然后在副驾这位是我的好兄弟 是吧 从高中到大学都是很好的朋友 正好我们一起去 好的好的 感受一下这个提车过程 感受一下 就你说实话 你知不知道制级这个品牌 确实第一次听说 但我之前在路上是见到过的 见到过什么 但应该不知道型号吧 对 对了解还是相对比较少一些 其实你像现在我们开的是 蔚来ETT去的嘛 包括之前我买的那个理想 这些品牌就是那种从坐车开始 它自己的定位就是新实力 然后制级呢 它是上汽集团的一个品牌 对上汽你知道 上汽你知道 对 它属于传统品牌 在新能源时代的这么一个产物 所以呢 我买这辆车也是比较好奇 这种品牌 它到底和像蔚来 在理想小鹏这种纯新实力 品牌做的产品 它们有什么区别 然后我们现在就继续往这个 提车的地方 出发 出发 OK那我身后这一台啊 就是今天要提的这个制级LS7了 我们先把这个车膜给撕了 好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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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它会有一个您账号的 对 你的账号 对现在车辆就是有主人了 我们车钥匙就是绑定成功了 挺帅啊哎呦好 嗯这个是我们的遥控钥匙 这个是正面 正面的话有个自己的标志 侧面是有一个弧度 按压可以解锁车辆后备箱的小标志 长按三秒之后可以打开我们的后备箱 再长按三秒也可以关 对充电口的按压感应区在这个位置 您按压它的主流充电口会弹开 这里是有个小垫片的其实也是按压它 然后这里我们的慢冲口和我们的快冲口 快冲的孔比较大 慢冲孔会小一些 日常您插快冲的时候把它盖到这里就好了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指示灯 一格代表20%的点 现在是满电的状态 如果是绿色的话就一格一个再闪代表再充电了 如果是蓝色的话就是枪已经连接了 但是没有扫码没有付钱 如果说是红色可能就是枪没有插好 关掉的话一键可以关掉 后备箱的开启方式三种 一种我们钥匙的尾部 一种我们置紧logo下面这个小圆点的开启 还有一种中控屏上可以手动去拉动 这个是零重力座椅的按摩 按摩的话是三个档位 就是我们靠背和底部 然后或者是靠背 然后紧紧后排的话有个两区空调在那里 下面同样有个Type-C的接口 包括我们前备箱也已经讲解完成 然后钥匙也交给到您 谢谢 然后再恭喜一下您今天洗的小车 谢谢 帮你给你去花 恭喜 那个尊贵的置紧车主就是我 不错 骑车仪式终于结束了 目前这辆车整个的内饰的低印象 车机的低印象还不错 比我预期的要好一些 小淘点就是触控按键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辆车开到这个路上 感受一下这个 感受一下 我感受一下驾驶体验 你感受到这个乘坐体验 我们踢车开回来一个多小时 然后今天一整天就开了很久 是的 分享一下对这辆车驾驶方面 你是乘坐方面的 初步的一些印象 你第一印象怎么样 感觉非常炫酷 这个视野 对视野还有这个屏幕的设计 总体来讲还是非常炫酷的 这个视野比我想的要爽一些 对确实确实 很科技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 就是我现在正对的这块 就是正常的驾驶 为那个视野到这 然后它这个视野直接到我这个后脑勺这 尤其是现在这种有云 然后不晒 然后搭配这个视野 哇非常棒 非常爽 这辆车开起来其实感觉也不错 它也是空气全驾 但是也是SUV 但是它的这个晃动 是明显要比我那个理想L7更小的 无论是我加速还是踩刹车的那个点头抬头的那个感觉 也要明显要比理想更好一些 方向盘的这个阻尼感也比较不错 然后方向盘的手感明显比理想更重 但是又要明显比这个极客和未来更轻 感觉是中间的这么一个感受 整个转向的手感我也比较喜欢 然后我们这两天都是舒适模式 然后不知道你坐起来感觉怎么样 坐起来感觉也很舒适 这个座位的这个还包裹程度 包括还有这个支撑的这个腰部这块 这个是有点偏硬 其实有一点硬 稍微有点硬 对 但是这个支撑是OK的 对 还体验了一下那个零重率座椅 那挺夸张 那感觉在车里虚掉了 是的 这车机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车机 就我刚才也说了嘛 这个车机我感觉这个屏幕还是挺帅的 包括能上升下降 就下降的时候感觉比较运动 比较简洁 其实我觉得上升下降 这样对我个人的吸引力倒还好 比较出乎我意料的是水米也不错 这个UI很漂亮 反正低印象确实还不错 低印象要比我提车之前的预期要更好一些 无论是内饰还是驾驶都不错 如果非要说一个槽点的话 就是无论是方向盘 还是门旁边的这些控制车窗的这些按键 都不是实体的按键 虽然它做了这个震动反馈 也有这个压感的一个处理 但是我还是喜欢实体按键 我觉得做成实体按键会更利于 驾驶员的操作 关于自己RYS7这辆车 然后接下来也会放在手里体验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接下来肯定会有一期长测的视频 跟大家分享到 让大家可以敬请期待 敬请期待 对 说不定以后也会试着开这辆车去自驾游感受一下 看看它这个三电的表现如何 包括这个续航的预估表现如何 看看在这方面传统品牌做的这个新能源 是不是也有些优势 然后最后再聊一下你总来深圳 怎么也试了不少车了 那你这个对国产这个新能源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期待 我个人感觉现在这个中国的汽车制造行业 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个质量上已经有质的飞跃 而且现在这个在市场上确实很多中国品牌 其实新能源品牌 这个卖还是非常好的 主要新能源品牌 对 而且它能卖高价了 你看之前 30多万 对 对 它卖的这个价格也其实也不便宜了 那之前组机攒小的时候 国产车就十几万你才会考虑国产车 你超过20万你就买日系了 只要超过20万的国产车当时也没有 对 也很少 对 往大的时候还是比较期待这个国产的新训练 能好好发展 对我相信这个新能源的这些 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些车机 它经过一段时间它也会优化 我觉得未来可期吧 对 未来可期 对 最后就是大家等一下关注 这辆车呢 我们还会出更多的深度内容 那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国好运 拜拜 拜拜